6月14号的时候 美国第二巡回法庭呢 对郭先生的这个保释 有做了一个判决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件 其实等于是拒绝了 郭先生保释的请求 而且呢 他说说维持地区法庭的判决 也就是说认为 郭先生如果被保释出来的话呢 可能会有潜逃的危险 可能会伤害到社区 所以呢 他们还是维持以前的这个判决 导哥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看那个英文里边 有一个 他说是没有明显的一个错误 是吗 We can now say we left with a definite 对 他说其实他们不是说 非常非常确定的 他这个措辞并不是很强烈 对吧 对 实际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巡回法庭也是感受到 南区法院他做出这个判决 他是里边是有一些 这个就是没那么强 但是结果他们还是否了 用郭先生的话就是说 就在意料之中 他本身对这一次 巡回法庭的判决 也就认为可能性 小于百分之一 没有抱希望 去了解他 知道这个结果以后 也是很坦然 没有很在意这个结果 因为这个结果 也是意料之中 也非常确定 也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地 就保释出来 背后的力量太大了 影响太大 我了解他还是非常坦然 你看前两天 郭美发出来的那个概文 看那个时间就知道 是在他们知道结果以后 发出来的 对 是在晚上11点22分 那看来就是6月14日 郭美发的概文 就是郭先生有给七嫂打电话 然后说声音积极平稳 鼓励我和妈妈 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困扰 他愿我们都照顾好自己 调整好心态 风雨过后总会见到彩虹 所以郭先生他自己本人 对这次保释悲剧 他还是很坦然 也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只像在之前 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你看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还安慰七嫂跟郭美 还怕他们想不开 或者说四季低落 情绪会受影响 对这次保释悲剧 对这次保释悲剧 对这次保释悲剧